今天我们拿到了凯瑞兹XT11GT PRO战术手电 手电 从包装来说非常漂亮啊 白色 3300流明 射程是410米 Type-C口 掉落测试是1米 IPX8防水 很厉害啊 水下2米 告诉你不要照眼睛哦 好 我们打开包装 备件里边有个充电器 有个手环 有个备用的一个胶环 打开包装就是一个非常精美的一个包装包 这个包装包我们就可以快速地给它装到我们的战术 战术胸袋上啊 所以这个就比较快哈 打开看一下 我这个大小 这个大小很舒服啊 正好跟我的手掌差不多啊 然后粗细也非常的舒服啊 大家一看它这个粗细 它是不像有些手电筒啊 有些其他品牌手电筒是走到这以后 后面这个电池盖是突然大一点啊 这个是几乎是平的 然后呢前面做了一个喇叭式的一个放大的一个灯罩 这个样子很硬汗哈 然后前面这个打鸡头 打鸡头是比较薄这种打鸡头啊 虽然没有那个不钢头的打鸡点啊 但是它这个打鸡头这几个 这个长城这个边哈 又是给特写 还是摸上去 很有这个锐度的哈 所以打到肉上还是很疼的 整体手感拿着很舒服哈 好 做工非常的精细 可以看到这个后面是它的防水口 胶皮的防水口 皮带扣也是非常紧啊 很紧 哇 我这皮带扣很紧啊 摘不掉 哇 使劲掰的摘不掉 好紧 我不像有的手电筒 这个皮带扣一拽就掉了哈 这个是很紧 你看我这么大力都拽不掉 说明了做工很到位哈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这个电池 凯瑞兹自己的电池 3100毫安的电池 然后这个做工也很细哈 里边做工也是非常漂亮哈 好 试一下它这个逻辑 它这个也是它凯瑞兹自己 很有独特性的单手操作的模式 有两个钮 这下面这个钮比较大哈 我觉得非常好 无论你是戴手套啊 还是戴什么 很快就能摁到这个钮哈 底下这个大钮呢 是模式切换和单按的时候 是一键爆闪 当我们在长亮的时候 然后然后去按它 它就是模式切换 手电筒关闭的情况下 拿出来就是一键爆闪啊 非常好哈 然后点亮也是 它这点亮跟其他的手电筒 点亮不一样啊 它无论什么时候拿出来点亮 都是3360名的点亮 不管你调成什么亮 好我现在调到最暗 然后关掉 然后再点亮 还是最亮哈 其实这个挺好的 因为战术手电 当我们在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点亮 我们肯定是需要它比较亮的 这个亮度啊 如果我们调成了一个比较暗的 但是我忘了 是吧 但这时候我突然需要爆闪对方 或者是点亮对方 照对方眼睛 一点是个非常暗的情况下 这个就不是很实战哈 所以无论你怎么调 你照录也好啊 用26名也好 160名也好啊 当我在紧急情况下 这样拿起来 它就是最高亮度啊 这个其实非常好啊 非常实战 就不会让你忘记 其他的无论你怎么去握 无论你是哈瑞士 还是这个Roger士哈 哈瑞士哈 哈瑞士 还是index士 FBI啊 无论你用哪个哈 前几天的战术课哈 我也用了凯瑞斯这款 XT 11 GT Pro的战术手电 进行了现场的一个 给我们的动作演员 那个演示哈 暗光动作几个动作哈 啊 我们一会儿有一些演示动作 在非常亮的情况下 用它这个档 还是非常亮的哈 我们可以看到 极量3300流明 续航是1.8小时 410米 高量是1200流明 续航是4个小时 射程是240米 中量是200流明 续航是12个小时 射程是100米 低量是16名 然后续航120个小时 射程是20米 非常厉害哈 所以说凯瑞斯这个战术手电筒呢 也是非常惊艳到我了 无论它的做工 照明 手感 还是它这个按钮的逻辑哈 还有它的包装 鞋带呀 我觉得都非常的好 更重要的是 晚上的时候 它这个射程是410米 它一个非常聚光的 一个410米 非常适合 步枪的挂载 所以我也拿到了凯瑞兹的这一套步枪的鼠尾的这个皮卡迪尼导轨的挂载哈 我们来试一下步枪上挂载安装的一个过程 它撞到我的这个416上以后也是非常舒服的无论它的照明也好还是它这个数位的按钮也好还是这个皮卡迪尼这个快速安装啊也是非常的适合 长武器哈 所以我个人觉得凯瑞兹这款战术手电也是非常好的一款警用和军用的这种战术手电无论你是鞋带式的单手鞋带还是挂载到武器上的挂载都能够满足你的战术需求 OK 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凯瑞兹做出这么好的一款战术手电 希望它其他的一些战术本也能够惊艳到我们也是给我们广大的军迷爱好者户外爱好者一个非常好的产品 我们当然希望这些厂家的产品越做越好 越来越符合我们军迷还有我们这些户外爱好者的需求 那我们下期见 好 好 再见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